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了赶紧开始了 已经气死我了 当然了要开始支持视频之前呢 还是要跟大家说 以下我所有的观点啊 对产品的测评啊 都仅代表我的个人意见 因为每个人你们知道 皮肤的状况不一样啊 个人喜好不一样啊 审美不一样啊 喜欢的形式不一样啊 化妆的能力不一样啊 有很多很多各方各面的因素 会影响你对一个产品的测评 你去他的观点 我可能录这样的视频呢 雷评吐槽会有一点的judgment 都说你喜欢的你继续用 如果是你妆感好的 那你当然不能舍弃他 不要管我怎么说 你不要敢我是什么感觉 我以下要说的所有的话呢 仅代表我的个人意见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是你们无聊呢 没试干 想听我捞捞坑呢 就继续往下看吧 但是呢我百分之百 是摸着良心说话 但你们呢不要太认真 第一个我要说呢 就是最近那个新上市 听火听火 大家都在测试那个粉碟 Deware那个backstage 小奶瓶 我呢倒是超级兴奋 每天等着Sophira发售啊 一发售我立刻买颜色 难道说读书少 小的时候仅存这种经验主义 害死人 我觉得1.5N应该 Sophira要比1N颜色深啊 结果出来不是的 1N比1.5N颜色要深一点 如果单说颜色没什么问题 我比较适合1.5N 先说他的外包装吧 粗质烂造 Deware啊 Sheik啊 精致啊 高端 大齐上导刺出名的 后宫减料 出这种连奶瓶都不用的这种质地 很软很软 这就是一个稍微比矿泉水平 略硬略硬一些 还敢叫他小奶瓶 像那婴儿那些产品啊 奶瓶什么 这叫超好的好吗 谁敢用烂的 马上被人告诉 要保护小朋友好不好 永远打开都是漏的 漏的到处都是 我呢曾经在这视频之前呢 企图两次 两个下午 大好的时光啊 你的人生有多少个两个下午啊 小路get ready with me 顺便新品上脸测这个粉底 烂到爆炸 我不知道别人啊 可能干皮他友好吧 对于我这种油皮啊 我觉得他有这种毒液的感觉 但我想说给他点机会 两次都是 到最后啊 那个整个脸啊 都不用说全脸测评啊 全天测评啊 什么十几二十个小时啊 三十个小时啊 带妆测评啊 睡觉拉屎吃饭都带妆 每次都是两三个小时 就失败告终 烂到爆炸 粉底粉底粉底 就是为了让皮肤变好 给你好的底妆 给你非常漂亮的皮肤效果嘛 它根本就没有起到粉底的作用 那是毁容作用 那是卸妆液的作用啊 你涂上以后呢 就是一个满脸泛油 满脸都是皮肤问题 显得脸非常非常非常大 菜市场大妈啊 被生活压弯了腰 然后蹲在那里 系着一个围裙 给鱼刮鳞啊 给菜喷水那种感觉 我本来倒是有犹豫一下 想说要不就把他在我脸上 那个真实那个样子 就放出来 但实际上觉得太过度消费自己了 就算是我这种这种 根本就不在意外形 想用谐心身份闯天下的人 我都已经受不了 用那种颜面出现在你们面前了 我都难受 我都害羞 我都自卑 我都痛苦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 充满阳光 企图温柔拥抱的世界 我只想给他一个孤傲冷漠的脊背好吗 他像是不能渗进皮肤里 不能服服帖帖 不知道用了什么配方 可能是用水泥啊 哇靠那个气啊 然后当时那天 他正好就做瑜伽 然后去跟安妮碰到了 跟抹着Face Fabric Foundations Amani Second Skin的安妮碰到了 我在他身边 本来就是个丑小呀 现在更是卑微到泥土里面 那整个脸就打他两圈 像是被人打成猪头浮肿起来 又油 又都是坑坑派派 毛孔像一个个大深坑 月球表面那种感觉样 好了第一个产品呢 就是这傻逼东西 然后呢我也就说完了 然后我要吐槽的第二个产品 我现在手里没有 因为我之前用完以后呢 我就忘了要做一个雷瓶吐槽视频了 就有点效果太不好嘛 测试了个五六次以后 我就直接把它拿到Suffer去给退了 那就是前一段时间 也非常非常火的一个网红产品 我把图片放在这儿 Amani的那个气垫粉底 也有很多人做测评 但是做测评 大家都说效果挺好 大家正好那好啊 妆感有多透啊 皮肤有多清肤啊 有多湿润啊 多好啊 我啊还是排了很久的waiting list 我放的是二号还是三号 测试了一下果断给退 实际上它外包装特别好看 它打开以后呢 没有像跟它这个底腕那么粗湿烂造 就想把你那种高水平 那种红通通的外包装 看起来非常喜庆 狗粘大吉那种感觉 里面那个小粉泼啊 也有一个棱角 感觉很贴心啊 能帮你把脸的所有 鸡脚干啦 cover到 我当时一打开 它有一种大牌 就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看起来也很湿润 摸起来也很舒服 一切都没有问题 直到在我上好 装15分钟以后 鼻子上就开始渗出 细细蜜蜜的小油光 过了一会儿呢 整张脸就浮起来 就好像一个 沉在水底的一个小金鱼 本来就有一个棋在表面上 结果像地震了 它感受到来自地震的热量 它突然飞起来 叉叉 激起千层浪 我第一次是什么呢 它不定妆 不定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这种混油皮 化好妆15分钟以后 整个就浮起来了 一推脸上就会有一道 也可能也可能是我太油的 也可能也可能是夏天啊 皮肤比较不稳定 可能不能完全归功于它 所以说如果你们用的效果好 那可能是我的问题 反正我觉得油到混油 这个区间的皮肤啊 不太适合那个 阿玛尼的那个新的那个红色 还没有出门的 就已经不想出门了 还没有见人的 就已经自卑了 还没有见到厕所的 就先拉到裤子里 这种感觉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 再塞了primer 上面就算再喷那个 all nighter那个spray 再定装那种东西啊 它都肩如磐石的 每次15分钟就油 15分钟就浮 15分钟就水 15分钟就花 所以说连我许久未花的眼线 连我许久未花的眉毛 都有一点那种花 浮起来那种感觉 看也没有安全感 就像带着一个宝宝出门 没可能带尿布和奶瓶一样的感觉 所以说呢果断退 所以我建议呢 在油皮到混油皮之间 这个区间的小朋友呢 慎用 你可以试一下吧 反正对我来说效果不好 第三个我要说吐槽的东西呢 也是来自于Dior Backstage这个系列 就是它那个酒色盘的眼影 哎吐槽这个之间 我先想问一下 Dior最近是怎么了 这个系列是得罪了供应商吗 还是调封了 那个化学实验室的那些工程师 它这个酒色 看起来超级高大上 盖子是透明的 这种亚克力玻璃 旁边有一个影面好不好 索性包装这个方面上呢 还是比它们的小奶瓶 要正常发挥了一点点 我呀欣慰地流出了乙母类 但里面的颜色 真的是我不知道说啥好 一整盘都是那种脏脏的那种冷色 就算是这个颜色 都有一种那种冷色的气势感 忘了跟你们说 它最上面这盘呢是Matte 中间这盘是Shimmer 最下面这盘 最左边这个是一个Primer 另外两个颜色呢 一个是Highlighter 一个是一个什么Bronzing Powder 它说是Highlighter跟Bronzing Powder啊 每一个颜色没有一个好看 本来我第一次 做Guy Ready With Me的时候 是信心满满的 觉得啊我终于能赶上了 美妆博主的步伐 牵入他们的小尾巴 做一次新品测评 也是视频录到一半 露不下去了就关了 因为自己真的太丑了 这个眼影无论怎么配都配不出来 在网上看 看起来挺好的 你们看有Dior这种小标记 真的要上脸的时候 咩怎么配呢 这个颜色配这个颜色 不好看 这个颜色配这个颜色 太深了 这个颜色太亮了 一整盘你说都是这种颜色 很近的那种脏兮兮 这种冷色的要怎么配嘛 齐了 我光说你们感受不到 我那种暴躁那种崩溃的心情的话 你们自己试一下 没有一个颜色跟另外一个颜色 搭配好看 没有一个颜色 甚至能单独化一个妆啊 然后质地呢 质地可能是它唯一可圈可显的地方 就质地比较细密 中间这个shimmer这一层啊 我给你们试一下 虽然说质地是弄软 但这叫shimmer吗 看看评价现在colourpop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看高端大气上导字 哪它是迪龙哪 Huda Beauty是什么样的 这怎么叫shimmer 就冲起来也就是个metallic吧 也不高光 也不接地气 也不冲向云端 也不深入地底 反正就不知道干嘛 掉在中间半掉不掉 每个颜色配起来都很难看 就像一个参加世界杯 打球打烂到爆炸 不知道怎么上了场的球员 也不能私自传球运球 代球射门 也不能跟别人合作 把我的球传给别人 然后让对方呢 帮我射门 帮我的祖国争光 帮我的团队赢得一分 就整个就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用过两三次啊 我都觉得这个primer 用上了以后的眼妆 更难晕开了 难晕开了 开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跟它的脚奶拼粉底液 联合坑 哎呀 你这个样子 我是要对你失望的呀 下面呢 要说的也是一个 网上非常火的网红产品 感觉今天得罪的人呢 有点多 Instagram上非常非常非常火的 glossier 各种网红都把它拍 What's in my bag的时候 都会放在中间 放在窗台上 明明亮亮 用各种刷子站着 然后拿来跟大家说的 那个遮瑕 看起来这个小站也很可爱 非常专业那种感觉 上面写着一个glossier 那个手字母亲 我当时就非常非常开心的 也下了一单 拿过来以后呢 试了大概很多次 八九十次二十次以后呢 我有点觉得 他们是买了广告了 没有了 就不好用 简简单单 先跟你们说不好用 我也不用那么多 华丽的磁藻精致的语 我这个颜色就是最浅的 它这个颜色区间呢 也一般般 也没有那小圆灌 那么白的颜色 你看它就是在手上的 是这种颜色 对于提亮眼下什么的 它这个颜色呢 有一点点太深了 哎 可能你会跟我说的 哎 那既然你觉得 它颜色不够呢 它不够亮了 那你可以用它遮瑕吗 人生不能对别人 有这么多要求 对不对 没有问题啊 但你们看一下 它是那种油光发亮 那种质地 并且非常非常非常的share 我不是说要用 非常非常high coverage high到山里 high到猪猛狼马风 那种high coverage的遮瑕吧 但对于我这个 稍微稍微有点瑕疵皮的人 我都觉得我瑕疵 不是特别特别特别严重了 根本就遮不住 它的手上啊 你轻轻一推 可以整个推开 就像一个奶奶滑滑 抹了一个润肤霜 那种感觉 抹手霜吗 根本就没有颜色 渗到你的毛孔里面 渗透得也太好了吧 毛孔毕露 然后但是呢 根本就遮不住 脸上这种痘啊什么东西 如果是你们不相信呢 我给你们试一下 你们看我脸上这边有个痘 它就是这么白白的一块 但你轻轻把它点压了以后呢 没错 magic来了 就像披的隐形衣的哈利波特 一下子就消失了 就实属白花钱的东西 你们看我都cow了一点点 每次想说多用一点点 能看到表面那个油吗 绝了 是100次 失败100次 别说这么大型的痘痘 车祸现场 就算小的都遮不住 以后应该就只能到护手霜了 我不知道什么样 什么样 什么样 完全没瑕疵的皮肤 大干皮 友好皮 光洁无瑕皮 刺娃娃的皮肤 能够用它来当遮瑕 就是美其名曰 哎呀我遮遮瑕 就好像一个瘦到 一米其 只有45公斤的 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说 哎呀我减减肥一样 那种感觉吧 对于我所代表这种 真实需要遮瑕的 瑕疵皮肤的人群来说 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玩笑 是不是讽刺我们 是不是笑话我们 是不是嘲弄我们 好另外我要吐槽的 倒数第二样东西呢 还是Glossier他们家的东西 这是多大多大的概念 我买了他们家 三次一样的东西 就有两样我要拿来 深度吐槽 气到我爆炸 都要废气肿 都要哮喘了 这个是他们家的 一个液体眼影 看起来很好看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那种很少女心 实验室里面 拿出来那种小低管里面装着 能满足少女梦幻 那种小魔法那种感觉一样 打开了以后啊 大型大型大型车祸现场 又是另外一个人 莫名其妙的存在 我买了两个颜色吧 一个就是这种粉玫瑰金色 另外一个就是 被他们称作herb 草药绿色这种颜色 看起来都落进 我非常喜欢的颜色区间里面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吧 我第一下你们就看出来 它不是非常上色 但不是非常上色呢 也有不是非常上色的好处 你可以多涂几下 1000年后 在我涂了 34567890下的时候 它还是不上色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有误区 在我浅薄的知识里 我不知道液体眼影 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我感觉这种液体眼影啊 就应该是稍微上色一点点 放在眼睛里面 非常好看的 它就是两坨这种 好像有颜色的 这种小说玩的 那种泡泡糖 橡皮泥 被水吸湿的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的油 然后涂一下呢 这块就回到你皮肤 正常的颜色了 手上呢 已经是就是 比较不那么出油的地方了 你剩下眼皮上 稍微晕一下 妆稍微画一下 别说就是 持妆几个小时 几分钟 二十几分钟 三十几分钟 那都是我高看它了 刚刚涂好 根本就留不在眼皮上 就好像一个流动的小细 但是自由的灵魂 你根本留不住它 天要下雨 你要嫁人 那种无奈感 脏兮兮的一团 你说柔开 也不是很好看 根本就不定 就放在那里 很久很久很久 都是这种丑兮兮的感 但是这个深色啊 看起来也跟 网上那个模特图 那种质感不一样 这个浅色啊 根本就不上色 叶田颖是什么感觉 看一下Stella 他们家的持久性 叶田颖呢 是什么妆效 看一下Colourpop 那种High Pigmented 那种感觉吧 这个是又没质地 又没发光 那种需要那种 亮的那种感觉 就像开玩笑一样 这是Glosser 他们家的concert之后的 第二个系列 帮你维护手部皮肤 手啊肘啊 这些皮肤 那种护手霜系列是吧 就好像一个 高油性的欧数单护手霜 帮你冬天的时候 有效去除死皮 做药用功能的 手部护理产品 也可能是我自己的皮肤 太油不定妆 然后自己有皮肤问题吧 也可能怪不得人家吧 我也怕喷子喷我 但这种东西啊 不适合我 不适合我 建议甚买 哪怕就是便宜 你都是白花的钱 扔了钱 打水漂 为了莫名其妙的商家 啊那种感觉 真是难受啊 钱都是血汗钱 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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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来的呀 伤心 最后呢 要吐槽的一样东西呢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的 要吐槽了 我是觉得是我选错颜色了 大家家喻户晓的一样东西 倩碧的小菊花腮红 无应该那么严肃的要吐槽吧 只是顺便拿来来 跟大家说一下 我只是要吐槽 这么一个particular的颜色 它是07号cola泡 但这个颜色真的有点恐怖 其实倩碧的小菊花腮红啊 我一直都很喜欢 质地啊那种感觉都非常好 也不是说上色啊 太夸张 反正在脸上 也算新手友好 然后也算是能让气色 营造的非常好 而且颜色非常多 很多种选择 我买过他们家那个 纯紫色的那个 非常显脸白 然后呢还买过他们家 另外一个 是上个月 还是上上个月旅行的时候 非常爱用的一个 叫做black honey black honey泡 是血腥玛丽那种 非常深沉的颜色 高深度的腮红 然后当时看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个腮红的颜色 啊 深沉的很有范儿 适合我这种魔法少女 重口味少女 喜欢姨妈红 深沉的枫叶红 吃橘红的那种颜色的少女啊 我就直接把它给买了 第一天呢 我有个非常重要的场合 我就直接想说 这个腮红就适合这个场合 我就是那种深度预解法 没有人敢理我 但是至少我也选了 妆都卸掉重新用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场合 不要用一个你不熟悉 第一次用的化妆品 不光是腮红 也包括眼线眼影 高光眉笔 真的会翻车 翻车之前呢 你run all of time的时候 还要把整个脸都洗掉 非常不好 像吃了屎里药 比如底妆错你 比如眼线画坏 比如腮红的颜色选错了 这个颜色真的太深了 就你轻轻在脸上那么一涂啊 都是这种深的范儿 很像用眼影画了腮红有没有 所以说其实我说的 其实我感觉是对的耶 这个颜色其实你当眼影没问题 是一个很深沉的 这种酒红色的眼影 应该是比较符合现在潮流 很多小女生都喜欢 画在眼睛上那种 红红踪踪那种眼影颜色吧 但是这个当腮红 你们觉得是不是太过了 你们说是不是太过了 那个Black Honey Pop呢 就比起它来 算说也算是一个 深一点颜色的这种腮红吧 但就能接受程度多了 是一个规规矩矩矩 正正常常常 安安息心做腮红的腮红 这个Cola Pop 有一颗想窜位的心啊 你这么这么这么深沉的颜色 这么这么有范儿的感觉 怎么不当眼影 为什么不做成眼影 为什么不做成唇膏 放在嘴上都比放在脸上好啊 脸上啊 亚洲人种感觉 真的真的真的 我觉得不太适合 颜色这么深沉的腮红 涂上了以后呢 有一种有点病态的感觉 感觉你这个人类分泌啊 荷尔摩失调了 然后整个人的血液上涌 刚做了100个倒立 血气都冲到头顶 然后整个脸肿得 就像一个烧红的鹅掌 真的真的真的 就不是非常美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颜色我用错了 不过也有可能不排除因素 就是我那天下手的太重了 这已经不是大摘铁姑娘那么简单 这种颜色真的是超脱了 我正常腮红能够接受的范围了 而且如果你的皮肤越白 这种红色越明显 因为它是这么明显的颜色 3号你还晕不开 所以你涂在脸上那块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涂在脸上是什么颜色 就是什么颜色 所以说呢 你画个爱心 脸上就有个爱心 你画一个屎 你脸上就有一坨屎 所以说啊 我觉得这个铅笔 这个整个系列我是喜欢 质地我都喜欢 但这个07号Cola Pop 真的真的真的 算是一个不太适合 我的颜色的腮红吧 以上我上次说的这些呢 就是我这个月用到的雷瓶吐槽吧 真是雷的天崩地裂 我整个人都有点震惊的感觉 做个小吐槽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希望大家在化妆 在护肤道路上少踩雷 多省钱 把钱都省下来 用在重要的地方 多吃点好吃的东西 多买两件适合你的漂亮衣服 然后多买一些自己喜欢 自己合适 不会采雷的彩妆用品 让自己更漂亮 活得更开心吧 那如果你喜欢 今天的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赞 我会很感谢你的 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我的channel 请你subscribe我的channel 这样子以后更新视频 就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听 请准时上线观看了 那就谢谢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一直回来看我 谢谢大家一直陪着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爱你们哦